2022年9月30号收盘了 下午大盘呢又走了一个小型的过山车 我们看一眼 这种走法呢 这些天都一直都是这样 这几天都是上蹿下跳 但总体的一个今天下午收盘 没有把这个低点给打破 这个低点是上午10点20左右造出来的吗 大概是3021点附近 那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有一个叫喊话底 跟大家都强调过 就是这个位置 大家瞧 这个是3月16号 3月16号的时候 当天大盘打到了一个最低点 然后单针收起 但是他收起的时候 这个位置呢 是配合着有一系列的消息 所以这个位置被称之为喊话底 现在今天呢 这个位置打破了 一下子干掉了三个点 但是这个位置呢 我们强调 尾盘收盘的时候 没有把前期低点打破 这个就是好现象 那么现在要问的就是 大盘下个礼拜 现在咱们是休市啊 小长假 等再上班的时候呢 就是10月10号了 那么10月10号中间隔多少天 隔了是一周 但是隔了美股交易 就是外盘交易 是六天 今天加上下周五天 这不是六个交易日吗 那么节后周一的时候 就会把这六天交易情况 统一的释放出来 这种情况下 大盘会怎么走 真不确定 具体的怎么弄呢 具体的我们在周一开盘之前 就是10月9号中午 星期日中午 我们有一个策略会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到时就能收看到了 那么今天这个盘面 有好多人都说 今天这个位置走的已经很弱了 今天咱们看一看周边环境 包括亚洲的股市 欧美的股市 通通都在出现一个大跌的情况下 而我们今天呢 还几度翻红 来瞧 上证指数只跌了一点点 这个就算是很强势了 所以在这种强势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的是半仓过节 这个呢相对来讲啊 更应该比方说进口工啊 对合手 更应该科学一点 那么我们今天强调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来从这看 今天市场热度又上来了 什么东西上来呢 就是医药 房地产和大金融 煤炭 就这几个品种 那么我们现在强调的重中之重 就是医药 医药已经连续 这一周都不错 在一周当中 只有一天呢 是出现一个假阳线 但毕竟医药还是收养来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呢 是大盘现在走得不好 那么大盘现在走得不好 医药 房地产 金融 今天走得都不错 尤其是这个医药 已经连续这么多天 听过古邦技术课的都懂啊 大盘在上涨的时候 往往呢 都是在底线磨呀磨 突然间出现 有几个板块连续性上涨 那么这个就叫见底 没有连续板块推升 那么这块呢 它就不容易形成上涨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小河有水 大河满 那么很多人都说 这个位置大盘今天走得很弱 我们从另一个方面 外盘 你看欧美股市 包括亚太都跌了那么多 那我们只跌了一点点 这是不是就证明还行呢 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看 权重的指标股 今天是互盘 因为大家瞧 权重指标股红的特别多吗 可是这里面出现一定的分化 我们看啊 上证指数呢 涨得多 同时呢 大盘骨涨得多 小盘骨涨得少 那么这个里面 我们能看到分化的结果 分化是什么 毛指数 还有老抱团 他们都在 互盘 一些新能车 还有这些个 什么 跟科技有关系的啊 这些东西呢 属于高位的东西 进行高低切换 这个高低切换 末期 他们往往会出现这种加速下跌 就像今天这样 一些东西呢 以宁王为首的 包括一些的敌王 李王 这些东西呢 示范宁组合类的 带王子的 基本上都往下跌 那么这个里面 明显是一个高低切换 末期 就是末期呀 好 那我们现在梳理一下 现在呢 大盘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上涨 你看看 像这个医药 是持续性比较强 而且房地产呢 最近有点反复活跃 同时现在政策不断 而且 现在大金融今天也在动 还有一些个能源呢 包括煤炭呢 这些东西呢 也持续性的比较强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看到 这些往往就是代表着 有一定的资金在做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目的就是为了 劫后的行情 大盘我们从这样推测来看 劫后过了十一呢 会有一波行情了 这里头呢 不单单是现在有资金进场 而且从成交量上 也能放出来 现在呢 成交量今天达到了一个 很久以来的地量 来大家瞧 跟着我这个笔向后看啊 今天成交量 五千六百亿 我们在中午收盘的时候讲 今天大概率呢 会低于六千亿 今天果然是五千六百亿 五千六百亿 那么个股跌的还不少 现在是下跌的个股呢 是三千三百家 上涨的只有一千二百多家 那我们就在不禁问 这么多下跌的 而且现在呢 板块当中 你像新能源呢 包括高切低这些东西 还有科技股主跌的情况下 大盘应该放量下跌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放量 证明现在是大多数人在这吸收 吸收的结果是什么 吸收的结果现在就叫做 被动性的卧倒 那么正如于这种被动性的卧倒 大盘今天没有办法放出来量 所以我们能看到 现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就是被动性卧倒 那么大家选择了一个被动性的 持股或结 那么结后会怎么样呢 很多人呢 就在想 星期四这一天 有些人出逃 星期五 今天就包括 大家瞧啊 这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浙吞震荡 为什么 一旦打到一个低点 就是三千零二十点附近 立即有资金抄起来 这就证明有主力在护盘 那么他们还不想拉升 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个 类似于见底之后 就这样一个缩量行情 记住重点 现在大盘呢 正处在一个破了位的 因为已经把前面这个政策的 也就喊话底给干漏了 这样来讲呢 破位叫不破不立吗 差不多 另外还背带着 今天成交量极度萎缩 五千六百亿吗 干脆连六千亿都不到 那么市场这么大个体量 就像以前动辄呢 都是一万亿 再不就一万四 一万三 最少的也是一万亿上方 那么现在说到了一半 是不是地量建了地价呢 这个位置是不是地价 咱们不去探讨 但说的是地量的问题 由于地量 那么呢 很多人又在这卧倒 我们从某种契合的角度说 即便是这个位置 大盘又是再往下弄 也就是踹一脚 也已经到了一个边际 那么现在我们重新梳理一下 大盘呢 在房地产 大金融 全中股 护盘的情况下 今天没有出现一个恐慌式杀跌 因为没有放量吗 另外 大盘呢 又在一些个极度萎缩情况下 还有一些个这么多大金融啊 还能上涨 这代表什么 证明机构筹码锁定 而且其持仓集中度非常高 所以筹码非常稳定吗 另外 就今天呢 仍然有上风的板块 而且连板的现象也出现了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 听过技术课的 大家都懂 古邦说大盘要上涨呢 它必须有几个板块连续推动 那么现在呢 第一个板块已经出现 连续上涨 就是医药 现在接下来的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板块 会涌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一个大盘极度萎缩 之后产生这么一个龙头效应 现在的龙头已经发现 就是医药 那么不光医药今天上涨 还有大金融 大金融包括房地产 我们回过头来一看 他们都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相对地位 是不是这样 看盘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我们强调的重点是 今天有好多东西上涨 就包括房地产呢 还有医药啊 好多个股出现了涨停板 瞧瞧这个有一票 包括医药有一票 那么这些涨停板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 他们呢 原本都是一些个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想强调 有涨停板 这就证明板块热度够 板块热度够 未来才能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 这个是重点 那么好了 现在的位置呢 什么东西在杀跌 是一些高切低 现在还在高位高价的东西吗 但是这些高位高价的东西 我们今天来看 包括金融里头的一些个多元金融 比方说一些个跟软件有关系的 他们也是高低切换吗 有点这个意味 更主要高低切换呢 都跟高技术产业有关 你像宁祖河 宁祖河里头不光是宁王 李王还是各种王 他们呢都属于相对的高位 但回头一看 他们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科技类 科技类呢 出了一个主力杀跌的这么一个范畴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一看 这科技是不是也跌了很久了 所以现在呢 在半个月之前 大盘现在是属于高切低 那么那个时候呢 比较硬景 因为很多高价股还很高 但经过这半个多月 十多天的交易杀跌 现在已经变得 估值已经杀了不少了 就包括上周 一直以来 包括这周初 是每周一哥呀 每周有一个 每天杀一只大白马 那么今天 还有昨天 已经不出现了 这就证明 很多高位股呢 跌的呢 也已经差不多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又强调的重点来了 现在既然呢 已经是大盘股 现在已经处在一个 估值差不多的位置了 那么小盘股呢 还有高位股呢 也已经到了一个 相对低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加上成交量的萎缩 是不是有机会 我们想象 这个位置 大盘要往起干一波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上证指数 以大盘股为例啊 上证指数 已经跌下了 百分之将近17 今年以来跌了17 那么是不是 这些个大机构 得干活了 所有的大机构啊 现在都是亏的很多 咱们不能说 他提的裤衩的不上 但有一点 咱们知道 他们都提亏的 比咱们散户还多呢 所以这个位置 会有一波吃饭行情 你总得让大家 包括大资金也好 大机构也好 尤其是这些大主力 得让大家往下挺啊 那好 咱们现在的结论呢 只是一个比较模糊 更细节的 我们在周日 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策略会 就是10月9号 就是星期日 星期日中午 古邦有一个策略会 主要就是讲 十一过后 大盘怎么走 是我们现在 该是不是抄底的时候 大盘在这 应该迎来什么样的上涨 或者是哪些板块有机会 好了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 半仓持股过节 那么节后行情呢 这个位置 咱们比较期待 具体的 我们10月9号 周日中午策略会 跟大家讲清楚 好 朋友们 我们周日中午的策略会 见 对 对 我们下期再见